词曲 李宗盛 小林大夫 我叫杨 我刚见了老林大夫 跟你汇报一下情况 怎么样 先告诉我你有没有成为我的胶粉 这不是正在看 你写的采访林老大夫的文章吗 那算是我的初级粉丝了 到底怎么样 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敢骚扰你吗 谢谢你 好啊 你要是请我吃饭 还是我请你吃饭 我谢你 怎么还要你请我吃饭 林主 你的笑声 让我想起了初恋 难怪山云说你贫 讨厌 我跟你说那事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你看 我跟你说的事你从来就不放在心上 你每天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我哪个都记得住啊 就是我姐到你那当财务的事 这事我现在过不上了 烦着呢 你更年轻到了 你才更年轻呢 你无缘无故的烦什么呀 我下午去看山云了 她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恶性的 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谁都会死 我要是真死了呢 那我就跟你共赴黄军 喂 雨晗啊 伍德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打扰你 没关系 什么事 怎么说呢 我美国公司那边出了点事 我前夫趁我不在的时候 把那边的资金大部分都抽走了 现在我那边有点周转不开了 那我能做什么呀 就是那笔T恤的回款 我想请你从中能够斡旋一下 我尽力吧 伍德 我知道这事有点为难你了 但是你放心 我现在马上就赶回美国那边 处理这些事情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那我等你消息 谢谢 善云怎么样了 善云最近身体不太好 住院子 明天我过去看他 雨晗要来看你 他来看我 干嘛 跟你抢老公 那他和孟非非 你到底爱谁啊 我当然爱你了 我爱你了 我爱你了 亲爱的 真的 我只爱你一个 想想孟非非 也挺可怜的 那天晚上 醉得一塌糊涂 那天是你把他送过去的吗 那天 其实我去你们 那个周末舞会了 那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到门口了 我看见你跟雨晗 在那儿聊得热火朝天的 你怎么那么傻呢 然后我就去酒吧了 看见孟非非 我突然就觉得 我跟他同病相连 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 看着他 你说 我要是不能陪你到老了 你还 我说老伴啊 都收拾好了没有啊 你倒是快点啊 武德还等着咱们接班呢 哎呀 着什么急啊 让他多等会儿 有什么不应该啊 要不是他 小云也得不了这个病 你静胡说 别说得没用啊 赶紧收拾 咱们现在啊 看小云要紧 别的什么都能说啊 可以 拿着 想想小云哪 我这心里就难过 哎 差不多该去上班了啊 一会儿爸妈就来了 我放心你 你带着带着 哎呦 我没事 这不是还做操呢 哎 你优势点啊 哎 哎 行了 再不走要迟到了啊 那我走了啊 嗯 嗯 我爱你亲爱的 嗯 小心点啊 哎 好的 哎 妈 爸 哎 你干嘛去啊 我去公司 胡德 那你去吧 啊 嗯 你够忙的啊 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忙 这么一会儿都待不住啊 妈 他有事 你呀 你就护着他啊 妈 这几天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呀 我怎么火气大了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发火了 妈 我知道你着急 可是你也不能把火都发在伍德身上啊 这对他不公平 我生病又不是他的错 怎么不是他的错呀 人家邻主都说了 你这身体不适合怀孕 他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 你冤枉他了 这次怀孕是我的主意 你说说 这男人当丈夫的样啊 把你人就扔在这儿就不管了 还是我催他走的吗 行行行 你就护着他吧 到时候啊 妈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伍德不合适啊 我就是觉得他太不把你当回事了 你对他多好啊 两个人的事 有时候很难说得清楚 伍德也有他的难处 他有什么难处啊 病又没长在他身上 生病只是身体的痛苦 心里的煎熬 有的时候更难受 你是说伍德 他 爸 妈 伍德 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和孩子 也需要他来照顾 他和那个女人不是那么回事 那 那 那个孩子 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孩子也不是他的 你别傻了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呢 那女人孩子不是他的 他能又怎么伤心呢 妈 爸 我跟你们实话说吧 那个女人是他好朋友的遗伤 你说说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丫头啊 妈 爸 我自己的事情啊 我能处理好 你们就别操心了啊 三个月回款 有把握吗 我有把握 如果回不了款 责任我来承担 你承担 应该我承担 我没什么关系 你不好考虑考虑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你跟那个玉涵 没什么别的吧 老板 这个事您也不了解我啊 听说你病了 就一直想来看你 怎么 武德没来 他刚出去了 这样也好 我们可以单独聊聊 我听武德说了 你们是合作伙伴 这次在滨海啊 还真多亏了他 其实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跟武德说 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来看你 好像你 讨教 讨教 向你学习 怎么调教一个好老公 他好吗 他好不好啊 倒不重要 关键我觉得 他对你好 其实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我刚听说 你们的婚姻 出了点问题的时候 还以为 我有机会 可以趁虚而入了呢 没成功 没想到啊 十年之后 还是败在了你手下 那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嗯 他倒没有直接拒绝我 他是用 他跟孟非非的故事 把我给吓回来了 他跟孟非非呀 他跟你说了 孟非非呀 嗯 说了 他说 他不喜欢强势的女人 什么部长的千金呀 副市长的女儿啊 在他那儿啊 都以前不值 怎么会呢 那你明天就回去了 明天一早的飞机 让我得送你吧 不用 他还得照顾你呢 雨晗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来看我 嗯 你呀 也要注意身体 早点好起来 宝贝 你看 今天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炒西红柿 多吃点 我看你情绪可不高啊 有什么事吗 少于明天就要专家会诊了 我很想知道结果 可是心里我特别害怕 你可是他的主治医生啊 你首先得冷静下来 哎呀 哎 老头子 过来吃饭吧 可是 理智有时候是代替不了感情的 何况病的是山芸 哎呀 叔叔 哎 看看这个字 嘿嘿嘿 还行 嘿 山芸一定特别喜欢 哎 你呢 呵呵呵 又送出记忆服 嘿 瞧把你爸给得意的 嘿嘿嘿 主任 哎 专家会诊的事儿 你都跟山芸说了吗 说了 嗯 嘿 真没想到 你还真把老林大夫给请来了 那不是我的功劳 是任山芸同学请的 是吗 那他同学的能量也不小啊 主任 那 我就直接安排会的时间了 周四上午十点 行吗 哎 好 哎 李妹妹 你对每个女孩子都这样吗 不会啊 只有一个李妹妹嘛 你 哎 善云的会诊定的哪一天啊 周四上午十点 那我什么时候请你吃答谢饭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喝水 给我水喝 我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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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水喝 我要喝水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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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亲爱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做噩摩 没事 没事 别怕啊 别怕 不怕 不怕 没死了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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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点水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武德回去换衣服了 我爸 我妈还没来呢 明天时间已经定好了 明天上午十点 专家会诊 要分析你的许用片 病理 还有B超 有时漫长的等待 想想还不如死了算 你又瞎说什么呀 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呀 都是你的心理作用 你太紧张了 明楚 我跟你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都把自己给吓醒了 你的神经实在是太紧张了 你放松一点行吗 这次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 你可别瞒着我啊 我挺得住 而且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闪云 现在的医院都已经不主张隐瞒了 我是不会瞒着你的 看看我爸给你写的一幅字 写什么呀 静游新生 什么这么香 余总 我给小云煲的鸡汤 嘿哈 真香真香 不错啊 怎么 昨天要去医院了 他父母都来了 是来了 但是我晚上也得过去陪着 余总 明天有个专家会诊 我能不能 去吧 今天的工作顺利吗 挺顺利的 还有 我想请几天假 照理说呢 应该准嫁 可最近是 关键时刻 有个风吹草动的 麻烦 这么着吧 你呢 每天到公司转一圈 点个网 然后回去休息 你看这样行吗 谢谢余总 哎呀 这鸡汤做的不错 表现挺好的 对了 一定要挺过这这儿啊 我昨天 把孟非非的事告诉我妈了 啊 那阿姨不还得疯了吗 早晚也得知道 那倒也是 林楚 我这两天晚上 总是也睡不好 我想了好多事 你又瞎想什么呀 这次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 如果真的不好 我不想耽误伍德 跟他离婚 善云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 也许跟我爸妈回老家吧 伍德要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守着我会影响他 你不是说他跟孟非非 没那么回事吗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让更需要他的人拥有他 那你就不需要他了 没有伍德 孟非非万一真的疯了 那伍德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怎么下班走了 本来可以更早的 我跟余总请假他没批 是不是提拔厂务副总的关键时期 那些都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 以后你没事别老往这儿跑了 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 多新鲜啊 我能放心吗 伍德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一本正经的 你说吧 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别胡思乱想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是真的想 听话 别想这个事了 你忘了 咱俩说过要白头偕老 我怎么能忘 可是我怎么能跟你白头偕老 就像是暂时没事 以后也不会好 不就是个妇科病吗 至于吗 可我不会有孩子了 那孩子有什么好啊 有了孩子 你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 那我怎么办呀 不是为你好 不说这个了 想想晚上吃点什么香的 小林啊 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切就绪 这一次可都是最强大的专家队伍啊 谢谢你啊主任 这次吃成了之后 我一定好好请你吃一顿 我看得出来 你跟这个善云啊 关系不一般 他人很好 人以类聚嘛 你人也很好啊 就是结婚的时候 可别忘了请我吃饭啊 还要无心呢 怎么会啊 你这么优秀 追你的人还能少啊 一个都没有 你是不是眼光太高了呀 我跟你说小林 婚姻嘛 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就是这么回事的话 那我还不如自己呢 独身主义啊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 我呀 我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虽然不太相信 有什么完美的爱情 但是还是一直在找啊 林阿姨 慧珍有您在 大家心里才有底 嗨 无非啊 是临床经验丰富心 这种病啊 病人的心情 和配合治疗的态度 才是最重要的 可我这同学吧 性格特别温和 人也好 你说怎么会 这种病呢 这个连医学上 也没有定论 你就别再担心了 请的都是专家 来给你会诊 该来的总会来 专家的结论 就是最后的宣判 喂 好的好的 我马上到 林大夫来了 我得马上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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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不能重新进行一次病理检测 林朗,您的意思是病理可能有问题 我只是猜测,不排除这种可能 病理结果有误 这种情况在咱们医院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我理解您的意思 如果检测结果不变 那对你们科和病理科很没面子 但是病人的生死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建议再做一次病理检测 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 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什么呀 还不明白啊 林妹妹觉得我长得不够帅呗 我说专家会诊的事 瞧把你给急的 林大夫说了 说你不用摘工了 保留住你要孩子的希望 真的吗 真的吗 是不是已经恶化了 根本没有摘工的必要了 你瞎说什么呀 明天我给你做手术 就叫你放心了吧 再重新给你做一个病理 为什么还要重新做病理啊 林大夫说 他说什么 他说你不像病人 我不像病人啊 真的不像 我发誓 我发现啊 一个老林大夫 这还有一小林大夫 你跟姓林的够有缘分啊 我以后要娶个姓林的太太 孩子名都有了 叫焦林 你 慶容 其实 山芸的病还没有最后下定论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所有的大夫 都不建议她摘工了 那林老大夫的意思呢 她是因为这病理有问题 所以建议重做 这是山芸的每一处 那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人呢 这间时的组织 也好 第六套 这客戏 所以风险瑞 是山芸的 还没有才能 我想你 我 我 你不是 你没事 只剩八個人 八個人 林楚,你告訴我,你是不是剛才跟新屋去說什麼了? 我跟你說了多少次了,讓你不要胡思亂想的 林楚,真的,你一定要跟我說實話 林大夫都說了,說你保證不會有問題的 我先去別的病房看看 小雲啊 小雲 怎麼了小雲 林楚不說沒事了嗎 是不是說明天要手術了,有點緊張啊 爸媽,你們兩個以後不要老吵架了,好好過日子 我們沒事,你好好養病啊 就是,好好養病啊 對了,還有善剛的事,武德說了這兩天就能落實了 好,還有,爸,我媽,她這個人脾氣不好,老是來嘮叨,你以後就多讓人點她 小雲啊 小雲啊,你今兒這兒怎麼了,怎麼老說這些呀 胡德 胡德,胡德 胡德,胡德 你去哪兒了 我去了一趟銀行取點錢 以後都善於好點了 你都知道了 你也別想太多了 樂觀點 樂觀 好了 不說了 你快回回頭了 光靜嵗 你看這文章 這文章太動了 你看 哎 倒油的嘴 一下子睁得老的 怎么了 谁又找你了 晓云可能 还剩不得八个月时间 谁告诉你的 全家会战 那他自己知道吗 没告诉他 他还准备要孩子呢 别难过啊 别难过 别难过 你说晓云 今天怎么静说这些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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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啊 别哭了 来 擦擦 谁哭了 酱辣的 那睡吧 要是我真死了怎么办啊 你怎么又来了 我跟你一块儿死 我逗你的 林楚说了不用债工 我们说不定还能有孩子呢 要什么孩子 不要 是啊 要什么孩子 你又瞎想什么呢 你说我这身体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你别最后身体没毛病 脑子出毛病了 那咱妈非把我吃了不可 我精神又没问题 再瞎死呢 钓子 干什么 对 esperando 着 跟你怎么回事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任 山芸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你技术那么精湛 又是给你的好朋友做 我一百个放心 谢谢主任 如果山芸能像上次您的那个病人那样 那就太好了 这个都是说不准的 没准就会有奇迹出现的 山芸如果好了的话 我一定好好请您吃一顿 得了吧 你都答应请我吃好几顿了 我还是等着喝你洗酒吧 等我结婚的时候 一定第一个请您 行了 你快去吧 祝你成功 你快去吧 祝你成功 我知道 争取下午过来 吴德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就先忙去吧 爸 我没事 怎么样 您放心 手术挺充功的 一会儿就可以退回病房了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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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